大家好,我是多杰教练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使用2022年最新威力导演365 利用外挂程式功能制作出美好纪录片的影片效果 由于今天,有使用到之前影片中所提到的一些观念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建议要先去看看哦 连结放在资讯栏,欢迎观看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范例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制作这样子的专案效果之前呢 我们要到威力导演TheRedRound里面这一个网站 来做一个下载范本的动作 首先要先选取这一个快速专案范本的这一个分类 从这个分类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找到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影片效果 在下载效果之前呢 我们滑鼠要滑到这一个范本上面 看一下右上角会有一个比例哦 这个比例呢是代表这一个范本 它的比例是多少 那你要确定这个比例跟你的专案比例有没有一样 如果说你专案比例是16比9的 那也请你去下载16比9的 不要去下载到其他比例 像这个专案范本呢 在外面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预览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点进去里面 点进去之后呢 它在这边它就可以预览说 诶 这一个快速专案范本它的效果是如何呈现的 如果你确定你喜欢这样子的效果呢 就可以点选这一个下载按钮 记得在下载之前呢 要先登入它才会给你下载哦 快速专案范本下载完之后呢 它的副档名是DZEP的这一种档案 那下载完之后呢 记得要点两下让它安装 它会显示快速专案范本以顺利安装等等等等等等 按确定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你如果威力现在还开着的话呢 可能没办法马上看到你刚下载安装好的这一个范本 所以呢 你可能要把你原本的专案先做一个储存 然后再重开威力导演 就能看到你刚刚下载的快速专案范本 我们在这次的专案呢 准备了一些图片以及影片 我要如何使用范本呢 点选外挂程式 影片设计范本 它在这边是告诉你哦 影片设计范本呢要怎么使用 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范本 然后拉到时间轴 并且呢 把时间轴里面的空位填入自己的素材 好那我们这边先按关闭 在这里呢 它会跳到另外一个叫做专案工坊的这一个地方 然后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以下载的这一个分类 这边呢就会是刚刚从网站下载下来的专案范本 那当然它还有更细的分类啊 假设说 幸福婚礼套件啊等等的 选另一个效果呢 我们把它拉下来 看到这么大的区块呢 不用担心哦 我们滑鼠放开 它会讲说新增影片设计范本呢 它讲说里面的东西啊 仅供预览 并不会加到时间轴等等的 那当范本加到时间轴之后 这些内容会预留媒体框取代 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先按确定 它的意思是哦 假设说我点选这一个 点选以后 其实它按播放 是可以预览的哦 它按播放它是预览的哦 包含它里面的音乐啊等等的 它都是可以即时做一个预览 可是当你呢 把这一整个范本 拉进我们的时间轨道里面来以后 刚刚的音乐 还有一些图片 是不会出现的 来我们播放一次看看 它刚变成一 然后音乐也没有 那它有类似的效果啦 它效果还在 但是呢 它里面的像是原本的 这一个图片啊 音乐啊 是不会同时载入的 也就是说 你要使用这个范本 你的图片要自己准备 音乐要自己准备 那什么是媒体预留框呢 它就是在这个 在第一轨道这一个 它有写 1 2 3 4 5 有这个数字编号的 它代表呢 它这一段 它可以放入 9个素材 那这个素材呢 没有限定说 一定是图片 或者是影片 基本上是都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好来 那我们呢 就试着 把素材 装进去 这一个预留框里面 那我们点选 媒体工坊 把我们准备好的 这一个图片啊 直接往下拉 你有没有发现 往下拉 它多一个黄色框框 然后放开 它会直接把这个媒体 带入它设定好的 这一个媒体预留框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原本的画面里面是出现一个变号1 现在变成了 我拉进去的这一张图片 那我们再仔细看哦 你只要看到它下面这一个啊 有这一个格子状的 这个图示 代表是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外挂程式里面的 视讯拼贴设计师的功能 所以如果要针对这一个地方 做编辑的话呢 我在它身上点两下 那就可以把拼贴设计师给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 就可以依照上一次呢 我们提到的 视讯拼贴设计师功能 来做操作 也就是分享画面分割功能的 哪一支影片 那我们这边呢 就依照需求 把这个影片啊 图片啊 给代入 然后一样去调整它的这个位置啊 调整位置 然后呢 里面如果该经营的经营 详细的操作呢 就请参考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影片 然后我们按确定 那就可以把这一个部分给代入 代入 好 那剩下这几个呢 也是一样嘛 它都是视讯拼贴的功能嘛 那我们要来讲的是 像这个字啊 这下原本就已经有的字呢 它在哪里呢 它在这里 把它点两下点开 它就是文字设计师打开了 把这里面的文字呢 改成你想要的文字 或者是你要再多做一些效果 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快速撞按范本呢 它就是把所有威力导演会用到的一些功能 去做一个快速的组合 帮你创造好一个模板 并且呢 帮你图层时间轴什么的都先拉好 等你套用你的这一些素材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所以你对于这一个威力导演本身的一些基本功能啊 包含我们刚刚有讲到的 这一个视讯拼贴啊 或者是它有可能也有所谓的多基剪辑啊 或者是像文字啊 或者是那个字母画面 等等等等等等的 都可能是它范本里面的一种元素 那如果说像这一个范本呢 你觉得它时间太短 需要自己把时间加长呢 它怎么做呢 一样我们进去这个范本 然后它一样会提示你 按关闭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针对它 从片头中间片尾的这几个分类啊 去找寻说 哎 你想要的效果如何 假设说你想要的效果呢 这是中间的嘛 中间的 假设说 我随便再拉另外一个 一样 可以往后再累加的 还可以往后再继续往后延伸的 就这样子 这是中间串长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你想要把整个 整个模板 给它加进来 其实也都可以的 也都可以的 那或者是你要拉长一点的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你想要加多长就加多长 它是可以一直往后往后加的 那它还有一个功能 假设说 你今天的影片 已经做到一半了 假设说 你的影片做到一半了 那你想要在这边呢 加范本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在它后面 加范本 所以你前面已经有剪好的影片 你在后面依然可以加范本 依然可以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在做这个操作之前呢 它会稍微比较吃一些电脑资源 所以会建议 在使用这个功能之前 一定要先存档 防止它突然当即 你前面没有存到的东西就不见了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之后还有更多有趣 好玩且实用的电脑相关知识分享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 也非常欢迎您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部影片见